61岁的美国人约翰是成都童子林社区的一位居民 大约三四年前,他跟随妻子来到成都,便被深深吸引而定居在这里 如今,他成为了成都童子林社区的主人助理,为社区外籍人士提供帮助 近日,记者在一咖啡店里见到了有着蓝眼睛、灰头发的美国人约翰·奥坎奈 据了解,成都有常住外籍人士1.74万人 其中,住在童子林社区的境外人士有4300余名 他们来自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全面提升涉外公共服务水平,承担出入境管理、交通服务、涉外政策信息咨询 汉语技能培训等多个功能的外籍人士之家 外籍人士家在成都重点项目也设在了童子林社区辖区内 而约翰这个社区主任助理也向一位外籍人士协调员负责协助社区收集辖区内外籍人士的需求 并将其反馈给社区 约翰告诉记者,成都像纽约一样发达,又像加州一样舒适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友善、包容、言语间毫不掩饰对成都的爱 约翰自从2016年被评为社区主任助理后 每天都要到社区报道,面对的琐事和社区主任一样多 约翰还表示,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外籍人士解决日常生活问题 比如如何乘坐公交车,如何使用打车软件,如何使用微信支付宝等等 中国农历新年即将到来,约翰也为大家带来了他的祝福 好, Happy Chinese New Year, the Year of the Pig, you betcha 好, Happy Chinese New Year, the Year of the Pig